Yomiko正希怡在12月25号圣诞节出席香港某商场举办的宠物狗狗迎圣诞派对 看到现场可爱的小狗Yomiko一有斗丸也有养宠物的冲动 只是想到曾经有过一次惨痛的经历害得自己没有信心再养狗了 Yomiko目送亲爱的小狗死去 一度令她哭到不能收声 同时也因此造成阴影 使她从此不敢再养狗 所以我之前买过一次 但是很不幸 她三天就不行了 那次我完全没有跟她玩过 然后她一直在笼里面 然后就因为那个店铺的卖的全部都是并狗 所以我觉得这种老板很无良吧 所以那次的经历令到我很不开心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信心再去养 结束狗狗派对的活动后 Yomiko又要为工作而忙 并透露今天要到12点才能收工 看来她今年的圣诞节又是在工作中度过了 不过她却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当问到昨天的平安夜有没有特别的约会时 她表示 其实今天还有工作要做 可能如果要收工的时候 都可能已经晚上12点 但是我没有我这一次圣诞节 没有出过没有出去 就昨天平安夜也是在家里面 然后跟朋友 大家在天台 然后BBQ 嗯 希望 我觉得今天应该也会是在家里面过了 不 我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